同学们,前面咱们讲了总论里边的序论 也就是文病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又讲了文病的病因和发病 还有文病的辩证 胃脂营血辩证和三交辩证 以及胃脂营血和三交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就是文病的常用诊法 咱们选讲的一部分主要内容 下面啊,咱们就开始讲各论 也就是讲几个大病 常见的文病 第一个就是风文 关于这个名词,咱们前面提过 在讲风文之前,大家首先要了解 风文的概念是什么 什么叫风文 风文是感受春季风热邪气 因为春天自然界气温上升 风又多 所以呢,它就存在着风热邪气 由风热邪气所引起的外感热病 就叫风文 它初起的临床特点 是发热 微物风寒 头痛 咳嗽 口为咳 舌边肩红 胎薄白 脉服术 以这个为主要临床特点 然后它可以由表入离 向离可以入气氛 可以从太阴肺的气氛 向中交胃肠 传遍 这叫顺传 也可以逆传新报 如果 冬天气候过暖 阴寒反温 也存在着风热邪气 它导致的病变 也是风文病 但是因为它发生在冬天 所以另立 东温这个名称 所以咱们在讲课的时候 把东温就合并到风文里边来讲 因为它们的区别 只在于季节的不同 其他的都是一样 所以东温和风温呢 实际上是发生于不同季节的 同一个病 就是季节不同 风温这个名词 首先建于商汉论 商汉论说 若发汗以身着热者 名曰风温 发汗发错了 身上干烫 这叫风温 这个实际上 是指 商汉病悟汗 悟汗而出现的患症 不是咱们现在讲的 这个风温的概念 这个咱们不要管它 那么从什么时候 有了这个 把它作为 一个单独的外感病来讲呢 是从叶田氏 叶田氏提出来 风温者 春月受风 其气已温 风温者 是春天 感受了风邪 因为这个季节 气候温暖 所以是风和温 两种邪气相合 所以叫做风温病 是春月感受了风温邪气吗 也就是风热邪气啊 所以它是心感文病 陈平博 在外感文病篇说 风温为病 春月 与冬季居多 或无风或不无风 避身热咳嗽反咳 你看 他就提出来 这个病种 是发生在冬天和春天 那么它相当于 现代医学的什么病 流行性感冒 不包括普通感冒啊 因为普通感冒 它只有表症阶段 表症阶段和风温很相似 但是呢 它一般不入理 风温病 它有发展规律 它可以顺传逆传 普通感冒没有这种情况 流感可以 就是说 现代医学所说的流感 急性气管炎 大液性肺炎 主要是肺炎 风温病最典型的 全过程 应该说是大液性肺炎 那这些病 可以参考着中医的风温 进行辩证分析 下面第一个大问题 谈病因病理 风温病的病因病理 病因很简单 就是风热邪气 因为春天气候温暖多风 所以人就容易感受风热邪气 而发病 这个很简单 冬天嘛 气候反常 感受风热邪气 也可以发病 病理 那么一般来说 按照吴俊通的讲法 是口鼻吸收而生 邪气从口鼻而入 也有一种说法 是从皮毛而入 不管是从口鼻 还是从皮毛 那么它侵犯的是 肺气 肺气就包括 肺气就包括口鼻 皮毛 这属于胃粉 还包括 手太阴肺精 这个也可以化入胃粉 还包括 肺脏 初启 他是侵犯 口鼻 皮毛 或者是手太阴肺精 说从口鼻而入 从皮毛而入 不矛盾 都符合中医理论 所以咱们不能说啊 吴俊通讲了 从口鼻而入 别人说 从皮毛而入 就是错的 因为从传统理论来讲 外感病是从皮毛而入 后世嘛 认识逐渐清楚了 是从呼吸到传染 从呼吸到 感染 不是传染 是感染 都不错 吴俊通所说的 凡病温者 始于上交 在手太阴 这句话虽然有毛病 凡病温者说的太苦 但是 作为 心感温病来讲 还是对的 心感温病 是始于上交 在手太阴 外感风热邪气 侵犯体表 就导致 肺底宣发速降功能障碍 因为正常人体表没有邪 他的阳气和金叶 随时都可以向周身腹部 现在体表有了邪 那么阳气和金叶的腹部 就发生了障碍 所以呢 就是风热洗表 出现了体表的气积不差 就表欲 就出现发热微物风寒 这一系列症状 如果 治疗及时得大 人体的体质好 那么这种病并不难治疗 心良心结 如果治疗不及时 或者体质不好 或者邪气很盛 它就可以入理 油表入理 那就是由胃分 进入肺脏 气氛 可以出现气氛的高热 因为肺主气 似呼吸 所以 侵犯到肺 导致肺热 必有咳喘 咳 甚至于喘 导致肺气上腻 这是一个阶段 那么肺热不解 它还要进一步传遍 一种情况 就是向下 传于中交的胃 由胃 再传到肠 向下传 扬明 胃与肠 气氛 守太阴肺的气氛不解 就出现了中交的扬明文明 这是一种传遍趋势 因为 胃肠也是气氛的 它是由胃肺到太阴气氛 到阳明气氛 这么传遍 顺着来 所以这个叫顺传 还有一种情况 是由守太阴肺 不管胃肺还是气氛 不传阳明 而直接传心包 就属于盈分证 为什么是盈分证呢 因为心包就是新主的工程 它带心用事 侵犯心包 就可以损伤盈因 它有伤盈因的表现 舌红降 所以我们叫太阴肺症 风温病 一般不出现血分症 但是 气氛和胃氛 也并不轻 你别以为他不传血分 就比传血分轻 传到心包 弹热蒙蔽心包的病人 可以出现神魂迷 神魂沾雨 喝魂溃不语 舍减直觉 病情是非常伪重的 也是重症 如果传到阳明卫 在高热大汗的过程中 大量的消耗阳气和金液 也可以导致虚脱 亡羊 向气氛的虚正发展 也是微重病 不传血分 不等于没有重症 风温病啊 也有重症 这是它出现的趋势 如果说 风温节气 入肺 损伤了肺落 肺底经落 也可以导致可血 当然它没有血分症那么重 还属于气分症 肺热可血 因为它主要是肺热 第二个大问题 大家要掌握诊断要点 诊断这个病的要点是什么 它和其他病 怎么进行鉴别 这诊断要点呢 讲的是诊断和鉴别诊断 第一 发生于春冬两季的外感热病 就是春天和冬天发病 冬天或者是早春发病 应该首先考虑 风温的可能 你首先要有这个印象 这个季节来的病人 大部分是风温病 第二个 发病初起 有发热 微物风寒 咳嗽 头痛 口微咳 或者咽喉 咽红痛 舌边尖红 脉腐术 有这类的表现 那么 你就可以诊断 然后它进一步就出现肺热的气氛症 肺热融生的气氛症 后期 它是肺胃阴伤 这么个过程 表热症 里热症 然后 就是 气阴两虚 肺胃阴伤 以阴伤为主 如果这个病 发展 整个过程 按照这个规律来变化 那肯定就是风温病 另外这个病 要和春温相间别 因为 风温和春温都发生在春天 那间别嘛 应该是春温和风温间别 春温在后边讲啊 所以这是咱们不深入的谈 但是呢 这个问题大家也了解 前面也说过 风温初起有表证 春温初起无表证 或者是表证很短暂 以里热为主 这是它的主要见别点 它病种也不一样 第三大部分 就是辩证论治的规律 因为这个病 发展变化过程 可以出现很多症候 所以呢 它的治疗 内容比较丰富 但是咱们总体来说 可以分为初中末三期 初期 用心凉 清洁法 用心胃 心指的是胃 药的味 量指的是药的性 氢指的是药物的质地 质地 清洋 花 叶 茄 这一类的 清洋上升的药 因为病态上胶 用心凉 清的药物 来解除表写 第二个阶段 它可以传于气氛 那就不管是哪个气氛了 太阴气氛也好 阳命气氛也好 总归 都是用清法 清热 它在不同的部位 所用的药物不同 但是离不开一个清字 所以初启 是心良清洁 到气氛 不管哪个部位 总的来说都是清法 那么如果是 离结成实 也可以用下法 但是清法 比下法用的多 如果出现离实证 也可以用下法 再一个 就是逆传入营分 逆传入营分 实际上 还是清法 但是这个清法 和清气就不一样了 用的药不一样 是用清盈的药物 清盈的药物 还属于清法 总而言之 气氛 营分 从大的范围说 还都是清法 到后期 它后期 邪气基本上解除了 或者是邪气完全解除了 但是由于 在卫分 气氛这个发热过程中 它的正气受到了消耗 其中主要是 精液不足 阴伤 所以后期呢 用肝寒生金的方法 算不算补法呢 从大范围说也行 但是呢 它和那种滋补又有区别 是用肝寒的药来生金 总的来说 这个辩证论制 在这初期 中期 后期 这三个阶段 基本上就是这么大原则 其中 大家重点要掌握 这两法 尽管方济很多 清盈堂和白虎堂 绝不是一个方 用的药也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清热 一个是清气分热 一个是清盈分热 所以从广义来说 属于八法里边清法 在这个辩证论制 总的前提指导下 第一个命 是风热洗表 风热洗表啊 指的是肺胃 胃肺 肺主气属胃嘛 当然病变 是在肺细的浅层 也可以叫 血洗肺胃 都可以 风热血气 勤洗肺胃 它的临床表现 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以发热为主 为主症 另一种情况 是以科为主症 不一样 所以呢 治疗也不一样 咱们把它分开 咱们把它分开介绍 第一种类型啊 是风热 斜气 清洗洗 提表 导致 胃外食丝 也就是胃外功能不正常了 它的临床表现 发热 微物风寒 无汗 或者是少汗 头痛 磕 一般说不瘦 咱们前面不提过吗 中医对这个磕色 是有界限的 肝磕无痰 是磕 有声无 有痰无声 是瘦 既有痰又有声 那叫磕色 这种病人初起 一般是只磕 不瘦 还可以出现 咽红 咽不 红 痛 口为渴 舌 边尖红 胎 薄白 脉 不瘦 不具通讲 太阴之为病 脉不缓 不紧而动瘦 什么意思呢 太阳伤寒 是伏紧 太阳之为病脉符 头像将痛而不寒 底下 脉缓者名为中风 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 他这句话 实际上 就是把伤寒的太阳伤寒 太阳中风 和无病作间别 他既不是浮缓 又不是浮紧 而是浮硕 主要就这些表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表现 那么分析他的病机 或者叫症候分析 分析这个症候 有些同学就提呢 你就是不会分析症候 这些症状出来了 怎么去解释它 那看什么症候了 作为温病来讲 你分析这症候 首先要抓住 它是外感病 而且它外感的邪气 作为风文来讲 是风热邪气 你就紧紧抓住 风热这两个字去分析吧 它所有症状 都是由风热引起的 你就会分析了 怎么分析 为什么会出现发热 因为它感受邪气了 人体不能允许邪气的存在 正气就必然要驱邪 因为邪在表 所以正气都要调动到体表来去邪 就是说敌人打到哪儿 我们就往哪儿派兵啊 它邪气在体表 所以正气就要调动到体表 正邪相争于表 体表的功能就亢奋了 具体表现就是体温升高 给它个名词 就叫发热 因为它邪气存在的部位浅 而且是初起 病情不重 邪浅病轻 所以发热不重 就是敌人呢 刚刚打到国境线 我们就往国境线派兵 还不用派太多的兵 这时候斗争并不很激烈 所以热势不很高 一般是中等度的热 38度左右 为什么物风寒 它虽然不像伤寒 寒主收隐 奏礼比赛 不那么严重 它不是寒邪数表 但是它毕竟是有邪 风热是阳邪 它可以开泄奏礼 奏礼虽然开泄了 阳气向外宣发并不重唱 为什么呢 因为邪气要入 邪气要入礼 它不也通过体表吗 阳气也得通过皮毛向外发散 这样 正气和邪气 就在体表相争 那么阳气向外宣发 就受到了障碍 叫表裕 是邪裕与表 体表的契机不差 阳气和经验的宣发有障碍 所以 它体表 阳气也不是很充足 就出现了轻微的物风案 但是和伤寒比较起来 它并不是表壁 所以它的物寒程度轻 病人自觉 发热为主 怕冷嘛 就次要了 至于汗的问题 太阳伤寒 表壁无汗 太阳中风 有汗 温病是有汗还是无汗呢 风温病除起 可能无汗 也可能有汗 都可以出现 就是有汗也不会多 无汗皮肤也不干 伤寒是干烫 中风呢 是有汗 这种病人呢 如果有汗的话 它也不是出大汗 汗出的很难 很少 出的不畅 如果汗出的很畅快 汗出热解 它有汗 但是热病不解 汗出的也不多 就少汗 或者是 无汗 是指的皮肤啊 无汗也不干 什么原因 因为它感受的是风热邪气 风热邪气和正气一斗争 功能亢奋了 体温升高了 那么体内的气血运行就加快 所以今夜 随着阳气向体表调动 阳气也要向体表调动啊 那么被热所蒸 就可能有汗 或者说 热是不重 蒸动力不厉害 也可能无汗 但是毕竟它的奏理不必在 表气虽然不通 奏理并不必在 所以呢 它的经验能够渗出来 身上并不干 皮肤不是干燥的 是潮润的 或者有少量的 头痛和烟痛 是风热上功 因为风为阳邪 热为阳邪 两个阳邪都主生 所以啊 风热邪气向上去 导致头部气血溺乱 为什么逆乱呢 因为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的气血运行 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 现在由于风热这个阳邪向上拱 它就逼迫气血上行 向上来的气血就多 那么它的运行就不正常了 所以头部的经络就不通 不通的痛 就出现头痛 没有明显的身痛 因为它有汗呢 身痛不明显 头痛 烟痛和头痛道理是一样 因为烟也在人体的上部 是热血 鼓动 气血 上庸 庸置在 盐喉部疏散不开了 盐喉就充血了 盐部就充血 充血就说明 血落不通啊 不通则痛 所以红痛 也是风热上空的结果 由于表有邪气 肺底宣发速降功能就障碍 它不能正常的宣发了 也不能正常的速降了 正常的情况下 肺气 一个是向上行 通过鼻子来呼吸 一个是向外 这叫宣 一种途径是向下 这是降 现在啊 它向外宣 因为有邪气 欲在表 表欲 它的宣发不正常了 宣发不正常 表得不到正常的阳气的温序 所以它有点怕冷啊 因为它不能很好 都像正常人一样向外宣 这个气呢 这边受阻 它还有两条路呢 在降 宣不了 降也就不好 对吧 咱们如果开个窗户 你觉得凉快吗 是比关子好一点 但你要再把门开开 一对流 肯定就更通畅 这边不宣 这边降也就不好 所以有些小便不利的病人 我们用宣废的方法 提灰结盖 什么原因 促进它的宣发 使它恢复速降 这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宣时常 降也就时常 所以 它就向上去 就叫废气上腻 有的同学问过 以前有人问我 说老师这废气向上都叫腻吗 废气只要向上就是腻吗 不对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 废气向不向上 向上 旋就包括向上向外吗 降就包括向内向下吗 正常的情况下 它既向表旋 又向上 它呼吸又向下 这个不叫腻 现在是旋和降受阻了 它的气流上来得多了 这个不算腻 这个是腻 所以宣不出去 降不出去的那部分 邪气 这都往上拱了 这个叫腻 所以正常的生理状态下 废本身就有向上的功能 这不叫腻 之所以腻 是因为这两股气 都腻上去了 那么由于 废气上腻 腻而上行 它就冲击了呼吸道 就出现磕声 这就是磕的原因 再严重了就传 青色磕 重则传 里热 腻气大量的上涌 就传 传到严重程度 就出现鼻翼扇动 为什么鼻子扇动 是因为气流太大了 成不下了 所以鼻翼就跟着扇动 磕呀 是因为肺气上腻 口微渴 或不渴 这个是个 次要症状 就是风温病初起 由于风热 阳邪 伤筋液 可以出现口干 口渴 但是河水也不多 稍微有点渴 因为斜气在表 它损伤筋液并不严重 也可能不可 舌边尖红 是因为斜在上胶 舌尖 上以后上吗 它是这个部位 这 和这 红 这叫舌边尖红 脉相 伏 是因为斜在表 伏在皮毛 如水漂空 轻取既得 一接触皮肤 脉不跳动就很明显 那是因为斜气代表 斜代表 气血就要调动到体表 所以呢 它卖去浮上了 硕的原因 是因为热 热血 鼓动气血 功能亢奋 气血运行就加快 这个症候 需要和太阳伤寒的间别连 伤寒 物寒重 发热情 周身痛 体痛 全身都疼 头痛 身痛 腰痛 骨颈 反腾 全身各个部位 都疼得很厉害 这个症候 风热的 表症 它只表现在头疼 身痛并不厉害 骨颈也不反腾 因为它不是寒 寒 寒煮凝 血脉凝 不痛得痛 它才出现那么严重的痛 这是一点 再一点 伤寒是表臂 无汗 物寒为主 温病是表玉 可以有汗 发热为主 物寒 清 伤寒的脉 紧 紧那就像千绳转锁一样 就像宁改锥一样 拧着血儿的前进 那是因为 寒煮收饮 经脉收索 血液凝制 血液运行发生障碍 所以它有这种转动的感觉 是紧脉 温病没有 温病是硕脉 不紧 和太阳中风 更需要间别 尤其是桂枝汤 无局通代 温病调备的第一方 就来个桂枝汤 实际上是假的 怎么间别 因为中风和风热表症 都有汗 这个汗的机制不一样 那个是由于盈胃不合 胃强盈弱 中风症 是胃强盈弱 胃奋地 风邪强 盈阴 被逼 外出 这个 是由于风热鼓动 今夜外申 当然它都是汗 汗跟汗不一样 桂枝汤症是悟风 雾风啊 是见风则污 一吹冷风 瑟瑟雾汗 洗洗雾风 洗洗发热 一吹冷风 它就急呢 关门闭库 没事 外感风热 在发热同时 雾风寒 见风不见风 都雾风寒 再有 中风的脉 不缓 它不硕 中风脉不硕 另外 中风的舌边尖不红 中风 所谓叫中风 是感受风邪 实际上那个风 它还是加着寒 为什么搁在山寒里边 它为什么用桂枝 是风加寒 不过是和山寒比较起来 山寒是寒邪 它是风为主加寒 我们这讲 温病讲的是 热加风 热血为主加风 两个都有风 但是一个是渐寒 一个是渐热 所以一个卖缓 一个卖硕 一个蛇不红 一个蛇边边红 虽然都有汗 这个大家要做间别 第一文明条片 头一发就是桂枝汤 你一别上来 就是桂枝汤 这个要把它间别开 制法 我用这个词 新凉清洁法 为什么这么说 叶天士 在外感温热篇第二条讲 他接着第一条 第一条说 便淫为气血 遂与伤寒同 若论制法 则与伤寒大义 第二条他就讲 盖伤寒之邪 留恋代表 然后化热入理 那当然用新闻戒表 在留恋代表 必须新闻发汗 第二条他讲 温邪则热变最速 温邪不是寒邪 他很容易入理 是不是文病都是理证呢 不一定 文病也有表证 他下边讲 未传心包 邪上代废 废主气 七合皮毛 故隐代表 所以叶天士讲 他有逆传心包的 但是在没有逆传心包之前 邪气还在废气 因为废主一身之气 废外合皮毛 所以说代表 那么叶天士是主张 邪从皮毛而入的 吴居通是讲 口鼻吸收而生 我说他为什么不矛盾呢 因为他们都是肺位 都是表层 叶天士讲 肺主气 其合皮毛 邪气的皮毛 故隐代表 下边他就说怎么治 代表 初用新良清记 就是说 表证初起 用什么方呢 他用的是记字 不是解字 代表初用新良清记 这几个字 大有文章 他所说的记 就是用新良清的药物 来组成方济 来解除表邪 所以叫新良清解法 叫新良解表 错不错呢 不错 没有大问题 但叶天士的原话 我觉得讲的非常深刻 他既提出了用药的性 又提出了药的胃 还提出了药的质量 用什么样的药 给你选药啊 说的这个范围 非常明确 心胃 有什么作用 散 心能够散 能散能行吗 有发散行走的作用 散什么 你感受的是什么呀 风和热 既能散风又能散热 所以心能散 非心不能散 底下 凉 热者寒之 温者清之 所以凉 有清的作用 散代表的风热 清代表的热血 风血不用清 但是它是热血 所以在散风的同时 要清热 为什么选用清 清能够阳 能够宣 它有宣扬作用 因为它质地心 所以它是生服药 中医讲四气五味之外 还要讲升降浮尘 这个地方要用 升服的药 它就能够向上向外 宣透些气 能够凑 宣透 代表的风热 所以特别提出来这个清字 这地方含义很深刻 也就是说 使这类的药物 要作用于上焦 就是吴居通所说的 至上焦如雨 非清不举 它怎么说是一个如雨来 实际上是继承了 叶田士的学术思想 叶田士讲要用清的药 它就说像羽毛一样 它形容的更形象 像羽毛那里的药 它能够升服 上行 能够透鞋 所以心 凉 清 合起来 大家看 就这么几个字 心散 凉 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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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风 清热 透表 使鞋从表入 还从表解 从哪来 你还从哪去 所以这个心凉清洁 最后达到什么目的呢 宣肺透鞋 你不要忘了 它的部位是在肺气 所以宣通肺气 使鞋气从表而通 你要简单的说四个字 就是心凉清洁 说它的作用 宣肺透鞋 这种制法 自始至终 没有突出一个汗字 不能写汗 为什么 吴居通 在文明条片里边 反复强调 太阴文明不能发汗 在这个银翘散的方论里边 他就提出来 温病记汗 汗之不为不解 反生塌坏 什么意思呢 温病如果用了新闻发汗的药 他不光是不能解除邪气的问题 他邪气解除不了 倒不要紧 我再换别的药 反生塌坏 这个厉害 底下一大段话我就不引了 他什么意思呢 用了新闻发散的药之后 因为 他发散力量太过 他不是寒血 那么他就要损伤心阳 发汗呢 伤心阳 同时也伤心阴 因为汗为心之业 所以呢 过度的发汗 错误的发汗 损伤了心阳和心阴 后边发提 温病最善伤阴 风刃邪气 最容易伤阴 你用药 新闻发散的药 又去伤阴 他说这么一句话挺好 起飞 为贼 立之乎 这你等于啊 给邪气 邀气那哈去了 用发汗药等于 火上浇油 助长邪气 不仅病解除不了 反而助长了邪气了 那就出现了变症 坏症 昏迷 经 四肢觉冷 甚至于内壁外脱 这些严重的病变都出现了 本来是一个表证 很轻 一发汗 昏迷了 冻疯了 那加重了病气 所以啊 不能说发汗这个词 叶天是讲新良情节 用新良之计 吴俊通呢 就创立了一个方计 吴俊 吴俏散 吴俊散里边 加上炉根是石胃药 主要成分 军药 当然是吴俏 陈药 是戒刺 和豆豉 戒刺就是经戒的刺 教练有这样啊 你开戒刺就给你戒刺 经戒刺 蛋豆豉 是神药 咱们分析一下这个方计 这个方计里边 大家看看十味药 哪个药是新良 一味一味的说 莲窍是不是 不是 莲窍良不新 它是苦为寒 银花是不是 也不是 银花甘苦为寒 凉但是不新 苦结梗还用说吗 是苦味 薄荷 这不寒糊 新良 这是 竹叶 苦寒 对吧 竹叶是苦的 不新 生甘草 是甜的 经戒刺 新温 不良 它到新 它不良 蛋豆豉 新温 乌居通用的是 新温的蛋豆豉 一会咱们要分析 为什么你说它新温 豆豉有新温和新良之别 它用的是新温 牛邦子 新平 它不良 说它良也可以 六板教材说它是新良 以前两亿说它是新平 就说明啊 它的良性不大 它主要是书丰 力延喉 它清热力量不是太强 它发散 那么底下又先尾根 唐尖 尾根就是颅根 先颅根 这是一味药 它是干寒 所以总的来看这个方机 是不是个新良 哪个要新良 要严格的说来 薄荷是新良 这个没错 别的药都够不上 为什么叫新良之一 咱们说的不是药 是剂 剂字这么写 这是个刀吧 这个把刀反过来写 这还是一把刀 实际上这两边一边一把刀 这中间是个刹 这一刀砍一个 那刀砍一个 不就整齐了吗 记者齐也 齐是个会议词 你看 这个叉 这边给它一刀 这边给它一刀 这是个反刀 这不就齐了吗 这记后边还加一把刀 又是利刀 所以记者齐也 什么意思呢 整齐 整整齐齐 规规矩矩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言 矩以成方 规矩成员吗 很规矩的 所以中医的方剂 不是单位要得堆砌 而是经过 按照中医理论 去组合的 经过医生的思考 按照中医的理论 按照君臣左使的配方原则 按照药物的性位归经 神将福神 去组织的 他把众多的药物 组织到一起 要他们互相促进 在作用方面 互相促进 在副作用方面 又互相有制约 所以 他能够发挥 很好的药效 而又没有副作用 这才是方剂 它不是单位药 你说单挑哪一味药 就薄荷新粮 就用它吧 它行吗 它没有那么大力量 所以中医的配方 衣食的煮方 和厨师 做饭 做菜是一个道理 做菜是调剂吧 要用很多调料 咱们吃那个醋柳白菜 醋柳白菜 还搁点糖 酸甜 愿意吃辣吗 再饿点辣 酸辣白菜 白菜本身 酸吗 甜吗 辣吗 都没有 调料一哥 它就不一个味了 方剂也是一样 所以比喻中医的调剂 和那个厨师的调味 是一样的 一个道理 我需要哪个药 它没有哪个药 怎么办 我把这些药往一块配 配在一起 使他们共同发挥这个作用 这里边就用的是 银花和莲翘的良性 用的是芥瑟和豆豉的心温 用的它的心 这两个军药 取的是粮 粮是性 这边 取的它的心 要的是它的胃 它温怎么办 心可是它温 怎么办 这个温 被这个粮 给制约了 因为什么 银花莲翘各一两 多大量 都是三十克 芥瑟是四钱 豆豉是五钱 量小 另外 芥瑟和豆豉 在心温药里边 并不猛烈 特别是豆豉 是很平和的 芥瑟它也不是麻黄贵枝 它怎么不把麻黄格上 因为它太猛烈了 芥瑟是比较平和的 在心温 药里边 比较平和 尤其是豆豉 更平和 所以在这 可以说是 取其心 要的是它的心味 而 是其温 取它的心味 用铃花和莲翘的粮 制约了它的温性 这四个药各一块 说它是心粮 对不对 就跟那酸辣白菜一样 你其实是不是又酸又辣 但它不是白菜本来的味 它经过调味了 共同组成心粮之计 这四个药清不清 银花是花 莲翘是外壳很薄 芥瑟是碎 为什么它用碎啊 碎更轻啊 都符合青阳的原则 关于豆豉 各地的炮制方法不同 所以豆豉的性味不同 一种炮制方法 是用麻黄 酥叶 一百斤黑豆 用四斤麻黄 四斤酥叶 煮透 煮 煮完了以后 发酵 发过来以后 使用 那你说它是什么行为 它是新温的 但是它又不是苏叶和麻黄啊 它是把那要煮的黑豆子去了 就很平和了 这种是新温 再一种做法 是把黑豆煮熟 煮透 煮透以后在夏天 把它摊在席上 在太阳镜里下晒 晒的时候 上面盖上 桑叶和青蒿 桑叶和青蒿盖面 盖在这豆子上 它这个热气 太阳一晒 它热了 热气往上蒸 那上面往下晒 把这个青蒿和桑叶的气味 透进去 这种是新凉 那我们为什么说 它这用的 不是新凉的豆豉 而是新温的呢 因为它后边 发疹性疾病 它有个方 银翘散去豆豉 加细生地 细生地单皮大青叶 备原生放 它把豆豉去了 可见它是新温的 那关于这个药物啊 首先大家掌握 非新不能散 所以它必须加新温药 但是新温的药 又照裂上瘾 怎么办 它选非常平和的药 再加上大队的良药 就像我要拿来的是热水 但是我给你往里兑凉水 最后兑的 那热水也不热了 把它的性给它交过来了 取其心 取其温 给搅置过来 就要它这个心肺 这样就组成了心凉之计 所以这四个药 一对君 一对臣 咱们先讲到这 大家休息一会儿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